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薄荷 薄荷的话呢 我们这盆薄荷呢 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土长了 其实啊 我们在它三四片叶子 蒸叶的时候 就可以给它不断地摘心打顶 能够让它这种又矮又爆棚的状态 但是现在呢 它已经出现了这个土长的趋势 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打顶的方式 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一节 其实高一点矮一点都没有关系 按照我们所需要的这样一个高度来 那这个剪下来的枝桥呢 一是我们可以扦插 第二个也是可以把这个薄荷叶子给它洗一洗 然后在阴凉通风处晾干 就是做成一个干薄荷 这样的话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我们平常可以用来泡水啊 那些食物啊都可以 我剪完了之后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其实这个薄荷啊 我们也可以给它施点肥了 这样的话呢 它会长得更壮实 更密一点 现在已经其实有点稀疏了 那这盆薄荷呢 经过修剪时候 是不是像我们人在夏天里的一个清爽的短发一样 看着非常的舒服 但是大家修剪的时候啊 也不要把叶子都给剪光了 就留下光感思令了 这样也是不行的 那么好 今天关于薄荷这个分享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